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6日 又到距离结算日 又近多日了 12月的结算一定是很反复的 特别在今年来说 很多基金基本上是有钱赚的 开始锁定利润 其实未做的 亦都开始部署明年 基本上最近看到市势 都是日好日淡 今天市仍是上去多少呢 264 我个人认为都是要265 所以差了几十点 今天我仍是戒定反弹之日 在日线图上明显 是见低于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如果明天又跌的话 这样就可能又会跌穿了 因为昨天已经跌穿了 又要再跌穿的话 很简单 这个当然是反弹 然后下回 再下去多少呢 始终我们看 是起260 再迟下一个就去250 当然260至250之间 任何一点都可以是暂时的低位 上面的阻力一直都是这样 起这个位 今天讲到月海投资 有一个答对朋友问 而在投资时之中 其实好不好可以买呢 其实我觉得这类的股票 来不来 起有低位可以买的 不过今天我们来看看 资金流走似乎是大手的 未然有什么 什么叫相对低位呢 这些便是相对低位 起到通道顶便是相对高位 以周线图来计算 若然是这里的话 它现在向下面跌回来下面 慢慢看看是否可以 上回去就可以买了 那月海投资 为什么可以去买呢 第一件事 它最主要的业务之一 就是卖水给香港 那一定是稳定的业务 所以若见到它落到这里之中 是有低位 接着反弹 接着升穿了 这个是捉住的 那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升穿又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整个弯都是弯下来的 要到它有一个情况之中 可以这样有少少弯上去 这样这个升穿 才是一个真正的升穿 就好像这里这样 现在这个不是 这个是捉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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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还会跌下来的 那为什么我现在现价可以吸纳呢 我就拼它一样东西 看看它是否升穿 因为它已经试穿了这里 这个位置了 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 最近自然被人制裁 比美国方面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留意 留意 它现在停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梁孟室 那个人是辞职 此人 梁君是此人做什么呢 这个人 他最主要是被带领中芯国际 他产生了比较优质的产品 那些是芯片 然后之前 那个废弃率 是去到大约四成的废弃率 那么多 给它做了之后 领导之后 它去到一九成半 不是废弃 是粮品 九成半 因此 你做出来的东西好之后 才可以它有钱赚 否则不则 炒真碟肉牛可 你都焦了 倒了下去 还多过它卖出街 那你就不行了 那么中芯国际 很多朋友以前问 为什么我依然不给它 14元的价格 那我说 那图是这么说的 说它是14元 那我就看14 那知不知道梁万世 他会这个辞职 或者这样 不知道 知道美国佬会这个辞职 不知道 不过那图告诉你 他会这样 那接着就这么看 所以在这点来说 很简单 你现在想自事都没得做 什么都没 现在已经暂时停止牌了 好 再接着联想集团 联想集团 它做的东西 都是波及产品的东西 不过它静悄悄 是很多反复的 曾经很好 曾经很差 现在最近这几天 是变得更好 在这个大手买卖的情况之中 你可以看到 今天来说 去到14点钟 已经多些了 以这个周善图来说 第一 是大举升穿了 这是保利加通道的上足 你看到将会这样去 是 我们现在在这里 当然我们看不到一个很长线 如果我们看很长线 的话 其实 它在7元左右 这个位置 7元左右 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 在这边有一个7元这个位置 现在抽穿了之后 是以一个量度升幅 是可以双顶而破 在上面望到13元 因此 在这点里来说 現价可以想想 去买卖它 可不可以升穿 这个东西 如果升穿的话 这个阻力7元的话 那就很小 就可以望着它 香港电视 在前一排的 网购上面 是十分之是好的 表现 不过最近 似乎资金流出 是不少 在这个价格上 反映得到 就去到13.7元的高位 慢慢看到它 就会回落 那回落呢 我自己觉得 可能会跌到 9元至10元这个水平 因为它已经跌穿了中组 跌到9元这个10元水平的话 跟现在11.3元 是有少少的距离 至于应不应该需要 就是现在的获利 大家就去想想 在之前的事情 疫情严重的事情之中 它是找到它 是成交十分之活跃的 到最近成交 是稀疏了 成交稀疏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 我不玩你了 资金离开你了 在这点 自然然 是会慢慢萎缩的 那个价格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日线图上的 见到积层板 见到积层板 是一个值得长期留意的股票 因为凡是做半导体 都要用到它的产品 所以这个资金的流向 凡是见到它 如果日后很安静 没有什么人买卖 跌了下来 大家就可以去试图留意一下它 它现在曾经是由3元 去到这个是12元 以它在这个周线图上 而3元是今年的4月 在一年之内 由4月至12月 它曾经是升了 就是 你找到了 3、4、1、12 升了4倍 所以在这点 这些股票 不要是把它等出去 你那个视线之后 因为 哇 因为当时快的特别息 你看到就很 夜人抢眼球 今年应该没有那么多 不过你整体的 市盈率来说 它是不是贵的 而一个电子的工业股的话 在这方面 不过它现在已经10元 就没有法子了 它一定要回落来的东西 我觉得回落来的价格 它是保力加通道的底 即是日线图的底 可以去想一想 这些股票 其实今天所介绍的 这些股票 现在在中心 越海 联想 看到正版 都可以去 比较多 有机会 留意一下它 邮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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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很多消息 很多消息 看到全部都是资金流入 邮太科技 你看到它最近 彈了上去 今天有好消息 又是分拆 有很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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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记得看它 那是这个业绩 邮太科技 去到6月30日为止 营业额 多了七成 营业额多了七成 你里面的所谓的随贤盈利等等 无论如何 你都会多了 6月30日 这个开始 慢慢的上去 所以应该觉得 虽然它现在又高 都还可以去想想它 想想它是怎样 看看 现在是11.86 我就觉得目标是12.5 11.86和12.5 很近而已 是很近 今天曾经见过 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站得上去 你能站得上去之中 去到这里 是一个雙顶而破 是一个圆底 没有问题了 你有好的业绩 再接着 就会有一个分拆的概念 如果突穿了这里的话 一件事可以要看的是 这个圆底 突破了的颈线 这样就会由这个 一直升上去 上面可以再看 是不止12.5 可以再高一点 是去到13至15元 所以 为什么它们今天高位 都可以讲一讲 去想一下 当然 由于它今天有个裂口上升 最好 就补一下裂口 才做 裂口 在保利加通道 的上轴 这个位置 就是11.4 我觉得 11.4 11.2 今年都吸纳了 仍然是这样的话 可以得的话 这样的环境就会好一点 是吧 看看有没有机会 没有的话 没法子 因为价格已经太高了 太高了 这个表呢 以前我曾经介绍过的股票 我推介股票 我每天都是推介一只 只要一只 在这里 那这个表 将会如何呢 是维持着 大致上 是两个星期左右 或者是 到这些价位 都是升低 止虧了 走了 这样就好像 勾了它出来 另外也有个表 因为有很多朋友 他来问股票 有时就是 今天他看 明天又不看 整天都问我 都是很多时候 一两个朋友 他自己问自己那一只 那整天我回答你那一只 那就惨了 其他朋友 可能就是 没什么有 是看得到的东西 因此在这点里面 我将凡是答了观众那些 题目的东西 一个简单的东西 列了在这里 我在这里 维持大致 基本上一个礼拜先 即是说这个表 今天是礼拜三出 下个礼拜三 这个就不见了 而一个礼拜之后 唯一两个礼拜之后 我暂时未知 只剩下两个礼拜 无论如何 维持在这里之后 大家如果要看的 看一件事 我的推介那些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问题 去到哪里 要不要这个跟进 我会自己再跟进 这些我就不会再跟进 不过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多点去看看这个版 基本上今天 我介绍说的都是这样 好吗? 好多谢大家